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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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 欢迎你来到FGACYC Sky FGACYC Sky是空中无权的教会 透过网络把神带进你的生命和生活里 不管你在哪里 或许你在寻找答案和出路 也或许你在寻求健康和平安 你在寻找教会 你在寻找神 你在等待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美好的一个机会 那就太好了 你来对了地方 我要告诉你 你找到了 你得到了 我们相信 无所不在的神 和这个奇妙的神要对你说话 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来帮助你 来拯救你 让您的人生活得更加的精彩和喜乐 FGACYC是洪水中的方舟 饥荒中的两仓 患难中的避难所 风雨中的温暖家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的神 请大家不要离开 机会就将要开始 继续守着 FGACYC Sky 哈利利亚 Yang Warrior 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从我们座位上站立起来 OK 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宣告 OK 在神凡事都能 Amen 好吧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 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唱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宣告 不管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上帝就是我们的依靠 不断的宣告 不断的宣告 Amen 有你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下眼能看见 生命能改变 我凭清醒而活 Nothing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o 一起来呀 一起来呀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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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不失凭眼前 我活着不失凭感觉 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 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 宣告 有你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有你 下眼能看见 生命能改变 我凭清醒而活 大声的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o Woo 一起来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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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不失凭眼前 我活着不失凭感觉 我活着不失凭感觉 耶稣我知道 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 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下眼能看见 生命能改变 我凭清醒而活 Nothing is impossible OK 等下我们在家里面要炫耀的时候 我要每一个的养活人OK 你要不是只坐在那边 只炫耀而已 你真的是要站起来 炫耀 OK 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神的里面 OK I believe I believe Woo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Woo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大声一点 Come on I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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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I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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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有你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瞎眼能看見 生命能改變 我憑心靜而活 Nothing is impossible come on 有你 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你自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瞎眼能看見 生命能改變 我憑心靜而活 Nothing is impossible I believe I believ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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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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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Hallelujah we believe in Jesus 給神一個最烈烈的掌聲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情 今天下午當我們一起來再次來敬拜我們的神的時候 我們要歡迎聖靈在我們的當中 聖靈是你最好的朋友 Amen 告訴聖靈說聖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今天下午讓我們一起來敬拜祂 我們歡迎聖靈就在我們的當中 聖靈就在你的房間裡 聖靈就在你所在之處 聖靈我們需要你 Hallelujah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祂 聖靈就在你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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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就在我的當中 Joy and peace You bring your life in me Patiently Patiently You will always wait for me You're so kind So good and faithful too Beat and bridle in my flesh Gently You lead me Lead me to you 幫我們在為上高舉我們的手 We sing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Sing one more time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You're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All my fountains are in you Jesus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All my fountains are in you Jesus Jesus Spirit A true friend I've found in you Spring of love Joy and peace You bring your life in me You're so patient Patiently You will always wait for me You're so kind So good and faithful too Beat and bridle in my flesh Gently Gently Oh lead me Lead me Lead me Lead me To you Oh We sing it loud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What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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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est friend We sing in love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圣灵 我们需要你 You're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在你的位置上开神来祷告 Holy Spirit We need you more and more We need you more and more Holy Spirit 在你的位置上克服圣灵 圣灵今天要搅换在你的生命里面 无论你在哪里 圣灵都要来触摸你的心 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祂 开空地来祷告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We need you We love you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Come on Holy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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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圣灵来触摸他们 Holy Spirit,触摸每一个的Young Warrior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了解着离开神的痛再继续的唱 My best friend,亲爱圣灵 亲爱圣灵 亲爱圣灵 My best friend 当音乐继续的弹奏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 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跟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 来到神的同在中渴慕祂 让今天的聚会 不是你只是坐着来参加 来看 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也可以建造属生的祭坛 在你的家里面 让圣灵居住在那个地方 让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 因为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祂要带领你 带领你进入到至圣所 带领你进入到他的心意里面 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 奉耶稣的名圣灵 你来触摸每一个人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东西南北哪一个地方的 这些的young warrior 神你看见我们 神你爱我们 奉耶稣的名圣灵求你来充满他们 再一次的唱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Yes,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We love you, Lord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Holy Spirit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今天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当中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的心 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 听见你的声音 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荧幕前面的弟兄姐妹们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每个人说Amen 嗨,朋友 上个礼拜是我们的 固活节 我在这里我要先恭喜 如果你在上个礼拜你接受了耶稣 这些的朋友们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将会 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 是个非常兴奋的旅程 Amen 愿上帝祝福你 那么其他的 Yang Warrior 今天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就是 神带领我们 在出埃及记里面呢 去看 去了解 其实 当我在继续来预备的时候 他跟上个礼拜的 这一个的 复活节 上帝的拯救 是一些相关的 上帝的拯救 在拯救我们 脱离救我 脱离救勇 去到新的 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光明里面 新的生命 从死亡 从黑暗 进入到光明 去到 上帝所预备给他们的 这个的救恩 跟这个的天堂 出埃及记 我们看见 神透过摩西 拯救了以色列人 从埃及 从埃及 成为奴仆的身份 去到 加南美帝 去到一个 上帝要给他们 一个好的 无比的地方 那个就是个 新的地方 你看 这两个事情 都是讲述到 拯救 拯救什么呢 拯救一个人 从救我 去到新的领域 所以今天 我们也相信 不管这个疫情 现在发展到怎么样 我相信 也有上帝的美意 就是要把我们 带去一个 新的领域 我们先看一看 神的话语 这样说 以书 出埃及记 第六章 第六到第八节 所以 你们要对 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 伸出来的绑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 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要 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 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为什么我要给你看 这段经文呢 因为我要大家知道一样事情 跟我们信任耶稣过后 是一样的 就是 这里这些经文所讲到的就是 当神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过后 他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 一个新的我 然后他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属神的 然后他要带他们去到一个 从一个埃及做奴仆的地方 去到一个新的好的无比的地方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是一样 从罪的捆绑 罪的奴仆去到一个属神的身份 然后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包括我们 他将会带来我们去到 永恒的地方 永恒的生命 就是天堂 透过这个疫情 但我在想 这个疫情基本上 真的我们看见的 也是好像在做一个的调整 在做个rearrangement 怎样说呢 因为你要知道 当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所有的生活的方式 可能可能都会不再一样 比方说以前他们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奴仆 他们要做的是很routine的 就是奴仆要做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说 我想做什么 我想怎么样去发展 没有 他们就是做回原本要做的工作 他们也依靠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工作 然后去赚取一些的粮食 给他们继续生活下去 那个就是他们以前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当他们要去到新的 迦南地 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神就 为什么神会带他们去到旷野 还没有去到迦南地的时候 先去到旷野 因为他要他们去塑造 去训练 Train themselves to have a new skill Train themselves to have a new method of life 因为当他们去到迦南地的时候 那个地方 他们靠的不是努力工作 他们靠的是要懂神 相信神 依靠神 他们要懂得 怎样去敬拜神 在埃及的400年 他们没有 敬拜神 他们 法老王也没有给他们 没有教他们 怎样去敬拜神 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 他们要重新去调整 重新的去学习 Train themselves 因为一个新的地方 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看到现在的疫情 Covid-19 整个的pandemic 我们看见 好像 跟现在 这段时间 我们在看见 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是 好像有点 像是 就是我们 也每一个人都知道 就算我们是年轻的 Young warrior 我们也应该知道 一样事情就是 接下来 当这个疫情过后 整个世界的模式 的步伐 都一定会有改变 我们不会再跟人 能够有很close的一个的相处 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 马上恢复到我们平常的 好像聚会 来教会的模式 因为 这个的疫情可能会 用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的 可以说 安全 这个的病痛 Covid-19的virus 也可以需要 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完全全 可能消失 没有人知道 So in future One or two years 整个世界的模式 都会改变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抱着 以前的想法 以前的态度 以前的生命 我们就很难 继续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 生活 不要说 继续的前进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预备好我们自己 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的首相告诉我们 一句新的话 就是 New normal 什么是New normal 就是一个新的 平凡 以前我们觉得 见到人 我们会抱抱 揉抱握手 是很平凡 但是现在不再一样 所以以前我们觉得 来教会是很平凡的 很正常的 对吗 但是现在可能不再是这样 可能上网看直播 上网去跟我们的朋友见面 那个就会变成我们新的 Normal 同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个领域 想去提升我们进步的话 我们就会活在以前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继续前进 所以 看一看 现在的疫情 神好像在帮助我们 也在做一个的重新 一个的整理 不一定 当我们讲到这个的疫情的时候 不一定全部都是 这个的 消极啊 负面的 事情 不是 我们 成为基督徒 我们 被train 就是要去看 总是要往好的方面去看 当我去看的时候 我看见这个的疫情 其实也带给我们人类很多好的方面 比方说 我们现在人呢 开始会怎么样 开始会更加珍惜 我们能够跟彼此相处的时间 我们会更加珍惜 能够出去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人 可能他会珍惜 能够出去外面吃一个碗碳明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没有办法出去 他终于了解到原来能够出去 很简单 基本的去去吃个碗碳明 都能够很好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 透过这个疫情里面 所学到的功课 甚至 我们看见 这个疫情 可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时候 好的 就是我们能够在家里 在家里 哎呀 关在家里很闷啊 很闲啊 很想死啊 很想快点结束 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们 我肯定一样事情就是 当疫情MCO解散结束过后呢 你不单止停留 甚至你是在落后 你可能没有做什么东西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你不是单单停止而已 你是落后 因为当每一个人都前进的时候 你就是落后了 所以可不可以看见呢 在这个疫情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可以善用这个时间 特别是我们在lockdown 在MCO里面 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 去提升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 预备好我们自己 become a new you 成为一个新的你 去迎接一个new normal 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一个的生活的模式 求上帝帮助我们 Amen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比方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去学习 怎么样 学习去煮的 we can be a good cook 然后我们可以 学习怎样去go for online 因为我知道 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我们都很善意的去上网 懂得怎样去做 一些的在网上做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间 可能我们就可以去学习了 怎么样能够在网上 去建造关系 去建立好的关系 去学习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学 怎么样在这个时间 我们学习去沟通 以前我们不大善意 在家里跟父母亲沟通 现在我们lock down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 我们就可以超念我们 让我们自己 更多去跟我们身边的人 学习沟通 你说我不会 就是要学 你知道吗 我在做这个预备的时候 我在查考 专家呢 我看到一个报导是 专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get rid 我们要脱离我们一些的旧有的 一些的坏习惯呢 我们需要二十一天 同样 如果我们要install 去建造新的一些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二十一天 所以前前后后 我们加起来 总共要四十二天 就是六个星期 你会不会想到 这六个星期好像现在 我们的政府在给我们的这个lock down的时间 就是六个星期 你说 是不是碰巧啊 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都这样看 可能每一个的巧合里面 都有上帝的安排 我把它归纳上帝要我们 也给我们 在这个疫情的发生里面 这个疫情的事件 能够有一段时间 去预备我们自己 提升我们自己 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 New normal With a new you 一个你 全新的你 去预备好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 一个自然 求神帮助我们 比方说 比方说 我听见一个的见证就是 在这个的 MCO的期间 在芙蓉 就有一位领袖 就召集了他要 他的同工 就开始给他们训练 每一天都有一个的 一个的task 每一天都有一个的事情 他们要去突破的 他们去做的 要去学的 你知道当这个的 整个的过程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的年轻人呢 跟你一样的 跟我一样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多久 他们就很想开始放弃 但是感谢主的是 当你有团队的时候 当有人监督你的时候 他要放弃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好消息是 那个年轻人 他过后他想放弃 但是因为有团队 身边有对的朋友的时候 他就能够继续有力量 继续走下去 我相信如果他们 继续能够坚持到最后 在这个疫情结束 MCO解散过后 我相信这个人呢 他一定不再一样 他一定比42天之前呢 更加刚强 更加懂事 更加有智慧 不管他是什么 可能你说 很简单的 亲信神祷告 以前我没有 这样的discipline做 以前我不会做 但是这个的疫情 所带来的 这个给他们的时间 足够的时间 stay at home的时间 所以帮助他 建造一个好的态度 好的habit 我相信呢 当 就算MCO解散过后 他也会继续有一个 好的行为 好的habit 好的 这个的 这个的 习惯 去亲近神 不再是好像以前 那么困难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 预备我们自己 因为接下来 当我们说到 New Normal 世界的模式 可能就会改变 很多事情 就会开始 重新 有一个重新的 安排调整 如果我们没有 预备好 我们就会落后 我们就会追不上 所以为什么 很重要的是 要预备我们自己 在这个的时段 这个的时间 怎样去提升我们自己 Have a new me Have a better me 当然 很多人都会问 这样我们在这个的lockdown 期间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的 因为我们 没有办法出去 我们做不到 我们 我们很想做的 但是 你知道吗 在神里面 神告诉我们说 在神 凡事都能 只要你依靠神 你一定会找到 这个创意 Amen Young Warrior 所以 这里我要告诉你 一个非常 基本跟简单的 一个的钥匙 如何 怎样在家里 在这个MCO的期间 我们 能够 继续的提升 我们自己呢 一个非常 重要跟简单的 关键的钥匙 就是 是否你有没有 这个的伤进心 是否你有没有 这个self motivated的 这个的生命态度 因为 接下来 你没有办法 很多的 那个resources 给你去 去 去依靠 所以你需要靠 你在家里 你需要靠 拥有一个 一个的 上进心 有一句话 这样说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生 愚昧 的人 只有懒惰的人 没有天生 丑的人 只有 懒惰的人 所以 那些都是 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这个的 上进心 所以 第一个 怎么样 能够拥有 这个的上进心呢 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设立一个 环境 set an environment 设立一个环境 create 一个的 好的routine 好的挑战 给你自己 去继续 能够在那个的 routine挑战里面呢 继续来训练 超念 它可以是 甚至这个的routine 它可以 sound stupid 觉得感觉上好像 哇 很愚昧啊 怎么我自己 set个 这个trap 给自己 去fall into it 锁死自己 不是 可能 it sounds stupid it looks stupid 但是 重点是 at least 它是你一个 常常 不敢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想 你最后的一次 你觉得自己很 你做了一些很愚昧的事 是几时 可能你说 可能 我没有哦 不要觉得很高兴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不敢踏出那个的 信心的一步 因为 你要知道 每一样 那些曾经写照历史 改变世界的 这些的人物呢 他们 之前所做的 所想的 都是被人嘲笑 预备的 被人嘲笑 不可能的 啊 所以如果你说 你从来没有 这样的感受 觉得你自己很愚昧啊 我做了这个事情啊 这样你不要开心 知道吗 因为很大可能 你就是 真的是很愚昧的一个人 因为你让你自己 停留在 比如说 你最后一次 你觉得自己很愚昧的 很愚蠢的 是三年前 这样你就停留在 三年前 你没有进展过 你没有进步过 但是你说 我刚刚上个礼拜 我才觉得自己做了 一件事情很愚昧 感谢主啊 不要觉得自己很愚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愚昧是fresh的 意思说 你一直不断的尝试 操念 你不会让这个害怕 被人害怕 被人觉得自己很愚昧 所以不敢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在一个对的道路上 不要让这个的感受 拦住你继续尝试努力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 他叫做NAS 他的频道 他是专门做短的 视频的 short video clip 然后他的platform 他的频道是NAS Delhi 你可以上网去search 去找 甚至他现在的followers 是超过Millions 你知道这个人呢 当初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他要在这个方面 去带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呢 他不懂哪里开始 他也常常做了一些的短片 但是没有人喜欢 他的content不够吸引 没有人会看 没有人会follow 但是他做了一个的决定 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 看起来愚昧的决定 就是他给了这几个挑战 他说我要在一千天里面呢 做一千个视频 video clip 而且每个video clip 只是one minute long 在一千天里面 without skip 没有停止的 不管他今天是holiday也好 不管是他生病也好 他一定come out with a video 这个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觉得很想放弃 他继续做 他觉得很沉稳 他继续做 until今天 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的 一千个video 而且这个的动作 帮助了他 真的是成功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在这个的网络 在网上 在这个的platform 也成为一个非常有motivation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video里面 都是一直在激励非常许多人 而且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Young Warrior 贵宾朋友们 你看见吗 虽然是看起来一开始是愚昧 但是 当你继续努力 尾身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你的skill 开始提升 你的想法 你的路线开始发展 你开始 会变成更creative 更有创意 也可以说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怎么样设立一个环境给自己的 朋友是很关键 你有没有把好的朋友 Excellent friend 放在 设立在你的身边呢 你的身边 有没有这种Excellent的朋友呢 只要说Excellent 就是他会激励你 他会帮助你 他会inspire 他会鼓励你 他会陪伴你 去提升 这样的一个环境很重要 所以 在我们中间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 这种朋友的 恭喜你 因为你来对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Young Warrior FGSYC 就是 你可以找到这种朋友的地方 赶快去 寻找 带你来的那个朋友 叫他 介绍你更多的这些的朋友 进到他们的一些的团体里面 进到他们的小组里面 你会更认 你会认识更多人 你要想 你的生命里面最后一次 出现这样的朋友是几时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真的是要赶快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想起到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边 也有说到 好像类似这个的 情况的一些的故事 就是 有一个 斜 斜腿的人 一个瘫痪的人 不能走动的 他 就是这样 在他的人生可能以后 就是好像一条鱼 但是因为他的生命 这个的上进行呢 就是我们要把外来的 外来的这个的 这个monitor 监督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 单单靠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能够 有这个几率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人 我也是人 我也知道 我也经历过 所以我们都需要 有外来的力量帮助我们 去监督我们 怎么样说呢 第一 我们可以 告诉我们身边的 好的朋友 好像刚才我说的朋友 Excellent friends 好的朋友 告诉他们 你的Dream 你的梦想 你想怎么样改变 为什么 因为这些朋友 就会鼓励你 激励你 然后监督你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你 听一些你不想听的 他可能会说 你又说你要改变的 哎呀我今天不想 不要他烦我 你知道吗 可能你那个时候 你不想听 但是 这些话是需要的 这些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对你的生命 非常重要 甚至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亲 他可能会 有时候 不是每个父母亲 都是完美 但是我们都需要爱他们 珍惜他们 可能他们不懂善于表达 他们可能会说 哎 你又说你要这样子 怎么没有做的 哎呀你真的是 可能好像听起来 好像在羞辱你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 是个很好 真心的提醒 提醒不一定是好听 提醒 最重要的是 他会remind你 提醒你 You have job to do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自己一个人住 他很想提升 所以呢 他就像 这个的媒 在网上 他就跟世界公布 他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 每一天 我都要做一个的 live talk 就是上网 给予一些的talk 然后他的talk 是要激励人的 但是那个上网的过程 只是一分钟 但是他说 每一天他都要做 不要看小 这一分钟 因为他是每一天 你要有这样的几率 你知道当他做的时候 没有人看他 他好像在跟自己在说话 但是你知道吗 当他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时候 他的 收看他的 这些的viewer呢 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多 until 他 今天 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 成功的一个的motivation speaker 一个激励的讲 一个的讲师 甚至 也可以说 他已经成功了 你看 这一些的事情呢 为什么他会成功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已经向全世界公布 我要讲 我要讲 他没有把他收起来 你知道很多年轻人 他的软弱 弱点就是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成功呢 因为他不敢去表达 分享他 想做的 因为他怕 他说了过后 等下做不到 给人嘲笑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让你自己 好像被 被 被kidnap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被绑架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说 我今天不要 我今天想做别的 你被绑架过后 你只能够做 他要你去做的 那就是一个成熟 圣经也是 如此说 有一天 耶稣在 升天之前 就告诉彼得 彼得 有一天 当你 长大了 当你老了 你会伸出你的手 让别人来帮你 穿你的衣服 然后带你去一些 你不想去的地方 这句话 在表达什么呢 是不是 彼得没有了自由 不是 因为彼得 他成熟了 长大了 他的生命 不再是能够 只是去做他想做的事 他的生命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的目标 更大的目的 上帝天国的使命给他 所以 It's no longer his life But God's calling 上帝的呼召 在他的生命里面 同样的今天 当你这样操念的时候 which means 你在做的是 上帝把 你做回 上帝 已经放在你里面的 那一个的 恩赐才干 Somehow somewhere 你会发现到 上帝原本 原来已经放在你生命里面的 恩赐才干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 你要勇敢 你要尝试 不要放弃 第三 最后一个 如何我们能够有 继续拥有 这一个的上进心呢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把它分去不同的层次 Break into multi-level 为什么 to make it easy at the first stage 让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的步法 是容易的 是简单的 很重要啊 你不要把 石头 第一步 就 夹在你的 脚前了嘛 就没有办法 继续往前走了 要知道 人是需要 鼓励的 人是需要 感觉到 我在成功的道路上 所以你需要 take it one at once a step 要一步一步来 当你make it first stage 是很简单的时候 你就会有各个excitement 你会有更 你会有这个兴奋感 继续的往前 然后你会看到了 你好像成功了 你往前了 你被提升了 跟我们玩 电脑游戏 玩这个手机的游戏 Mobile Games 一样的 这个我们可能会 联想到 比较贴切 当我们平常 玩Games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 第一关 都是很简单的 第二关 也是很简单的 第三关 也是很简单 但是你会看到 它开始 比第一关 开始难的 增加了难度一点点 这个就是 我们要把它 撕立在我们的 这个的生命 这个追求提升 让我们自己 变成一个 新的我们 新的 更好的自己 进入到一个 New Normal里面 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让它 简单 让它一步一步 因为当我们 在成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开始有信心 你开始觉得 这是对的 你在玩Games的时候 不是这样吗 然后你会发现 你会 当你继续上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想玩 越来越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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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虽然 可能你去到 Level 更高的Level的时候 可能去到Level 10 你会 可能会 失败 可能你会 没有那么容易 再简单去度过 但是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 你不会 好像 你在Level 1的时候 那么简单 就放弃 为什么呢 Young Warrior 很简单 因为你已经 提升了 因为你已经 花了 牺牲了 然后你已经 开始建造了 你不会那么容易 就开始放弃 我也可以说 你跟以前 已经不一样了 当你去到Level 10的时候 可能 你的前面 还有一半的路程 可能整个的游戏 你要得胜的 你要过30关 你已经在Level 15 第15关 前面一定会 肯定是更难的 重点是 at least 你的努力 已经带领你 从Level 1 去到Level 15 你看见这个不一样吗 你看见这个改变吗 没有容易的路 但是最起码 你已经提升 你已经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因为接下来 前面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 我们可以预测 我们可以 猜想 前面以后 未来我们的世界 会怎么样运作 但是坦白说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会多久多长 但是如果我们 现在我们 不预备 我们不去善用 现在的时间去 make myself a new me to prepare myself ready for a new normal 可能我们真的是 会落后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已经不想了 要好像我们在Level 1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想放弃 哎呀这个game 不好玩啊 不想玩啊 delete掉它 这个game 就是我们生命的game 你有办法 不管你要 会要喜不喜欢 人生的道路 还是必定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Amen 我祷告今天这三个的 简单的 这个的重点呢 能够帮助到我们 在这个疫情里面 在这个MCO lockdown的里面 剩下来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超念 让我们自己能够拥有这个的 上进行 这个上进行 这个上进行 不单止现在会帮助我们 以后未来 当可能MCO解散了 我们去到回到去 我们的routine的生活的时候 它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困难挑战的时候 我们一样不放弃 不容易放弃 我们一样有上进行 不管 有没有人 有没有好的环境 在随着我们 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哎呀我 我很难成功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 我的出身不好 我的家庭背景不好 啊 很多的很多的理由 成为我们的 这个的 不能够成功的 这个的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 好的对的上进行 你要你会发现 不管你的过去 你的背景是如何 你都会发现 你能够往前 你能够成功 你能够继续盼 爬去到更高的山峰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今天在门中间 在收看的 有一些 我们的贵宾朋友 你上个星期 你没有 你在观看的时候 你没有 做出一个的决定 选择 就是把耶稣基督 接受 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 相信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个人救主的话 等一下 当我们做完这个 祷告过后 我会带领你 带领你做一个 接受耶稣祷告 我鼓励你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生命 需要一个转直 需要一个开心的开始 但是 主耶稣基督 就是你的答案 等一下 我就会带领你 做这个祷告 然后你跟着我祷告 现在我们要一起 闭上我们眼睛 我们一起来到父神的面前 向神来祷告 阿爸父母们 向你来祈求 主我们感谢你 透过 上帝你的话语 让我们看见说 这个的疫情呢 的背后 神的 还是有上帝 你的旨意 有上帝 你要做成 你要成就的一些的工作 神的 你要让人呢 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 甚至神的 我们看见 透过这个疫情的 这个的发生 神的 我们看见 你要重新编排 很多的事情 包括神的 我们对你的态度 我们对你的想法 我们对你的 这个的 看法 包括神的 我们怎么样去看 我们自己的生命 神的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看见 透过这个的疫情 的发生神的 我们有许多的时间 特别在我们 在家里的时间 神的我们可以 怎么样去提升 去预备我们自己 去提升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 能够变成 我们 能够拥有一个 新的我们 去迎接一个 新的 正常 A new normal的生活 A new normal的世界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这个 在这个的疫情的 这个的期间 我们可以善用 我们所有的时间 去装备我们自己 提升我们自己 让我们不再 活着好像 过去以往一样 让我们 学习 不要把新酒 装在旧皮带里面 不要让我们 好像 以色列百姓神的 虽然已经 出了埃及 要去到迦南地 但是还是 活着好像 活着好像 以前在埃及 好像奴仆的身份一样 神啊 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 只要当我们 依靠你 我们跟随你 我们apply 我们自己 我们apply 刚才 我们所学到的 这些的功课 方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啊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看见 我们的生命 一步 再一步 再一步 不再一样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生命不断的 会提升 我们会 变成 一个 更好的我们 一个新的我们 去迎接 一个新的 接下来 将会有一个新的 一个的形态的 一个的世界 主耶稣 谢谢你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你 带领我们 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 刚才 如果你觉得 你要做这个的 接受耶稣的 祷告的话 现在请你跟着我 闭上你眼睛 跟着我有声音的 一句一句来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口里 承认心里面相信 我们的阿爸天父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 Amen 我们一起来闭上我们眼睛 亲爱的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我要邀请你 进到我的生命 进到我的心中 成为我的个人救主 主耶稣 我承认 你是唯一的真神 我也相信 两千年前 你就带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钉死在死者架上 流出的宝血 洗尽了我们一切的污秽 当我们今天 我们接受你 邀请你 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我就有这个能力 去建造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自己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让我 更快认识你 更快 敬礼你 谢谢你 帮助我 来爱你 听我的祷告 我这样祷告是 奉主耶稣 得圣的名祈求 Amen 恭喜你 继续加油 让我肉 你一定可以的 我们下个礼拜见 感谢由您的参议 我相信全能的神 已经听了您的祷告 祂会大大的来祝福您 欢迎你 Subscribe 订阅我们FGACYC的频道 Turn On Notification 打开小铃铛 这样 你将会收到我们 最新的消息和动态哦 上帝祝福您 我们下周见哦 Skyt 空中见